这两天火柴枪这个事在中国火了 因为湖南诸州有一个人 他在淘宝网上订了一把火柴枪当玩具 送给自己的孩子 结果被当地检察机关 以非法持有枪支队起诉了 据说现在又要重新鉴定 那反正之前是起诉了 那很多人说呀 这个火柴枪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男性来讲 应该很熟悉 其实我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个傻玩意儿 结果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 原来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我的老天这玩意儿就算枪嘛 那有人说这个东西经过改装以后 威力可以变大 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那还有人说这东西改装以后 在近距离发射 五米之内可以把火柴棍射进树干里去 好吧 那我们就承认它有这个威力 但是你要知道 任何一个十岁的小孩 稍加训练以后 它所投出的垒球在五米之内可以至少连续击穿两层玻璃 那你是不是也要把垒球当成危险品禁了呢 把这个玩具火柴枪也当成枪支 加以禁止 甚至是以非法持枪罪来起诉 那我估计古今中外也就仅此一例了 强烈建议它去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好吧 那现在说点正经的 对民众的防范到了如此卑躬舍影的地步 之前有没有呢 有没有人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呢 大概就只有元朝可以和今天拿来做一下对比了 有个说法说元朝是禁菜刀 这个老百姓十户才能够用一把菜刀 但是它是防范汉人持有兵器 所以这十户里面的一把菜刀还得掌握在里长 通常就是蒙古人手里面 那么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没什么史料根据的 多半是个演绎 是个民间传说 但是我确实查到了元朝的法律里面是有这么一条 是进弹弓的 他说诸都城小民造弹弓及职者 账七十七 末其家财一半 在外郡县不在禁县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在都城里面那些小民啊 就是那些庶民 你没有什么身份 同时也不是军人警察 你是不能造弹弓的 你如果造了弹弓并且拿来使用的话呢 就会打板子七十七下 没收你家财的一半 但是在别的地方 外地的郡县不受这条法律的限制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进弹弓和进火柴枪两件事情可以拿来对比一下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古代说的弹弓可不是现在小孩打鸟用的弹弓 它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其实也是需要很大的臂力才能拉开的弓 只不过它发射的不是剑簇 而是生铁弹丸 它是那个样子的 有人测试过 这种弹弓它发射生铁弹丸的时候 在近距离它的威力相当于现代的手枪 那是真正的杀伤武器 它可不是玩具 所以这个弹弓和火柴枪是完全没有办法对比的 完全不是一回事 再有呢 这条法律规定啊 只是在都城 当时的原大都的居民才受它的限制 才不能够私造及持有弹弓 至于在外地郡县呢 是不受这条法律限制的 可是现在查火柴枪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湖南的株洲 你放在元朝的话 那些地方的人是可以持有有大杀伤力弹弓的啊 也是跟现代没法比的 那元朝为什么它在中国古代 历代王朝里面就这么紧张呢 因为它人少嘛 它是蒙古人 只有一百多万 可它统治地区的汉人至少有六七千万 所以它非常害怕汉人持有兵器武装起来 很容易把它推翻了 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它的军队 它除了可能人数多一点 训练好一点之外 它并没有什么技术上的优势 那老百姓呢 只要揭竿而起 也是人数够多 升位够壮 那很容易就把它们赶跑了 所以他们很紧张 那这么说起来 中共现在已经把自己当成了 比蒙古人还少数的少数民族了 再来看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就是清朝 清朝康熙到乾隆年间 其实民间是藏有大量的火器的 有记载说 粤人扇鸟枪 山县民生儿十岁 即受鸟枪一聚 交之鸡鸟 就是粤民吧 就是广东内代的人 擅长使用鸟枪 鸟枪就是火绳枪 那这些山区的小孩 到了十岁就给他一杆鸟枪 让他打鸟练枪法 就是说这个火器的普及到了这种程度 曾经有人向康熙皇帝建议 能不能把民间的火冲都给尽了 康熙批复是说 那老百姓没有武器的话 碰上了这个盗匪的逼害 他就没办法保护自己 那更有甚者呢 就被盗匪掳走了 裹挟着 他也变成了盗匪团伙的一员 他也跟着犯罪 所以干脆原来民间的火器就随他去吧 只不过铠甲 大炮这些东西 火炮这些东西 不宜民间所有应该收缴上来 所以这么看起来 现在这个中共比起元朝 清朝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 他要紧张的多 神经治的多 这个净火柴枪这个事情 持有火柴枪这个事情 肯定说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至于是不是后面还有来者呢 我估计也不太可能了